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又潤一個 孫洪雷夫妻一定居澳洲 資產被扒 比做演員掙錢 西普會剛剛結束 中國學生的機會就來了 親烏戰如火如荼 俄羅斯輪支安理會主席遭批打臉聯合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1日 星期六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又潤一個 孫洪雷夫妻一定居澳洲 資產被扒 比做演員掙錢 說起孫洪雷 想必很多人都會想到在極限挑戰中 那個傻大個兒形象的炎王孫洪雷 有著強壯的身體卻有著一個簡單的腦子 做事永遠都是無視規則 簡單粗暴重拳出擊 在節目中做任務完全就是靠光明正大的搶 那簡直就是土匪過境寸草不留 正是因為孫洪雷蠻力的解決方式造成了很多搞笑難忘場面 而孫洪雷也憑藉彪悍的表現贏得了不少網友的喜愛 而在演技方面 孫洪雷飾演過的征服 潛服 好先生 掃黑風暴等等很多電視劇 不僅有的成了經典給大眾留下深刻印象 有的也是熱評好劇 受到大眾一致好評 但其實 孫洪雷可沒有看上去那樣腦子簡單 他也是一位運籌帷幄的大商人 孫洪雷曾經在節目中直言 稱自己幹別的比當演員掙的要多得多 而他也確實沒有說大話 他名下的資產那可是數不勝數 十分龐大 孫洪雷名下 大概光投資就投了11家企業 每家企業的規模也是不少 幾百萬 幾千萬不等 而他還在其中8家公司都擔任了監事 要知道 能掛上監事 說明他的投資還是佔較大份的 除此之外 他的妻子王俊迪的名下也有不少產業 不光如此 孫洪雷名下在北京 上海等很多城市都置辦了房產 北京市大別墅 據傳面積高達700平方米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 有如此大面積的別墅那可是價值上億了 上海江景大平層也是十分昂貴 甚至往上海曾經傳出 孫洪雷在法國也有房產 當時 孫洪雷和妻子王俊迪的婚禮就是在法國舉辦的 而且他的妻子王俊迪帶的鑽戒都是5.01克拉的南非鴿子彈 光是鑽戒就高達千萬 可見閻王孫洪雷真的好 據網上爆料 孫洪雷做演員的片酬大概在千萬左右 而拍攝《極限挑戰》 據說孫洪雷是按天算錢 一天大概300萬左右 不過 至今都不知道該消息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話 那孫洪雷逛拍極限挑戰就能賺上億 著實有些離譜 儘管如此 也不得不說 孫洪雷做演員的收入和他的投資比起來 卻也只能算是一小部分了 孫洪雷的生活簡直就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在今年3月初的時候 就被爆出 有網友在澳洲偶遇孫洪雷 而現在3月底了 還有網友在澳洲偶遇孫洪雷夫妻 可見 孫洪雷夫妻在澳洲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因此網上還傳出了孫洪雷夫妻疑似定居澳洲墨爾本的傳聞 更是有不少網友懷疑 孫洪雷是不是已經移民了 習譜會剛剛結束 中國學生的機會就來了 現在 中美關係不好的已經有目共睹 如果把報紙的日期遮住 光看文章中的用詞 很容易讓人穿越到過去某個時期 去美國留學比過去增加了難度 有人看到了 去不了美國 那就去俄羅斯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北京分社3月29日發了一篇文章 稱 俄中兩國教育合作面臨新機遇 發展前景十分樂觀 公眾號楓葉君平發文說 毫無疑問 大背景當然是中美關係急速滑坡的冷酷現實 但更直接的催化計時 中俄剛剛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現在 因為相同的情況 中俄教育部門頗有些欣欣相惜 只手相看淚眼的感覺 中國名洋教育創始人張瑞說 受國際局勢影響 俄羅斯同西方國家的合作項目受到嚴重衝擊 來自西方的留學生明顯減少 俄羅斯高校更傾向於同中國大學開展交流 他說 中國對此也很感興趣 俄羅斯的優勢專業比較集中於自然科學 包括數學 物理 化學 航空航天 機械製造 在人文領域 包括新聞 法律 媒體也有持續的合作 特別是俄羅斯的藝術領域在全球是讀書一致的 因此 中國高校在音樂 美術 舞蹈等方面都建立了很廣泛的合作 親烏戰如火如荼 俄羅斯輪值安理會主席遭批打臉聯合國 在烏克蘭侵略戰爭戰火燃燒400天之時 俄羅斯接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 法廣報導 公民運動阿特拉斯稱這是一個笑不出來的愚人節 並對 像俄羅斯這樣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 入侵烏克蘭的國家被允許接任安理會輪值主席一個月感到失望 烏克蘭稍早稱 這是一個糟糕的玩笑 俄羅斯卻在今天從莫桑比克手中接過聯合國執行機構的輪值主席權 阿特拉斯運動的聯合創始人安德里亞‧文森說 如果80年前 納粹德國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 儘管當時還不存在 我希望當時的人們不會接受這種情況 如果俄羅斯還沒有像納粹德國那樣犯罪 那麼至少俄羅斯也正在接近 俄羅斯要對20多萬人的死亡負責 對1800萬人流離失所負責 現在很明顯 俄羅斯沒有任何意願試圖讓侵略戰爭停下來 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採取強有力的制裁行動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將在4月在紐約主持一次聯合國安理會會議 俄羅斯擔任主席期間的另一項重要活動將是 安理會關於通過捍衛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實現有效的多邊主義等高級別公開辯論 這次會議將由拉夫羅夫主持 根據他的女發言人瑪麗亞‧扎哈羅瓦告訴新聞界 拉夫羅夫還將在4月25日主持一次關於中東問題的辯論會 據這個非政府組織說 面對外交官們缺乏回應 阿特拉斯組織呼籲 今天下午在倫敦和其他安全理事會成員國的首都舉行示威 但最重要的是 該組織要求7個成員國的外交官抵制這些會議 這是一個強烈的象徵行動 但不太可能被跟進 在紐約 外交官們拒絕阻礙安理會在其他問題上的行動能力 但他們承諾將保持警惕 阻止俄羅斯本月可能施加的任何阻撓 據美國執行發言人卡林‧讓皮埃爾週四說 我們預計俄羅斯將繼續利用這個席位傳播虛假信息 並試圖轉移人們對俄羅斯企圖為莫斯科在烏克蘭的侵略行動 以及俄羅斯武裝部隊成員正在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辯護的注意力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我們下集中 陳迪